前面我们提过就是点他一下 这边点两下 那我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 设定他的有一个 Color的部分 设定文字的Color 他有个属性 叫什么 TestColor的地方 那TestColor部分的话 首先 Color的选择有几个方法 第1个就是说 你可以直接 输入那个 其实在我的讲义里面也有 讲义的这个地方 讲义第3章里面 也有提到有关颜色的设定 颜色设定的话是16镜位 16镜位 那他支援颜色的有RGB SIMA也可以 或者ARGB 或者是我刚刚用的RRGGBB 或者是AARGGBB 有4种方式都可以 那这个地方是用所谓16镜位的方法来填颜色 这个跟网页设计是一样的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你可以给他 这个 定义出不一样的颜色 定义出不一样的颜色 在这边有一个 对照表 在我的讲义里面也有 你们可以看 那除了这个方法之外的话呢 你可以在Color底下 就是在那个 这个 VSource底下有个Value Value底下除了用String之外呢 你也可以新增一个Color使用XML 那就可以增加这个标签 那增加标签的方法怎么做呢 首先 以这个范例来看 以我们刚刚讲的这个Sample 这个Sample是 这个Sample 是这一个 Sample里面的Resource底下 会有个Value 那Value部分的话 我刚刚有提到说 你可以在这里下 新增一个 叫Color 或者叫Color使的一个 XML 那新增的方法 这边注意 直接在上面 Value上方按右键 这边就有新增 那你可以直接在这边新增一个XML的档案 直接在这边按右键 新增 应该要有一个XML的一个 一个标签才对 这档案 或者按档案 我看这边应该可以 可以直接 去做 按右键 新增 这个地方应该 如果Eclipse正常的话 应该是按右键 可以新增一个 Enjoy的XML的档案 那你透过这地方 可以新增一个Color的一个 一个XML的档案 那开起来之后呢 我们怎么做 颜色上面的新增或修改 那特别注意 这个是一个范例 比如说我要用一个white车 那后面的话就给他一个 这个16进位的 一个颜色 那比如说我要新增一个红色的话呢 那在这里有一个Add Add特别注意 一般 我是建议不要用Color 因为很多同学用Color 显示颜色都会有问题 请你用Drobo 用Drobo 这个才是正确的 不要用Color 那怎么来做 第一个Drobo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 请你在这个地方 输入 比如说我要红色的 那就 R1 D 那他颜色的Venue 是 紧 这个 FF 00 好了之后的话呢 那这部分呢 我就多了一个 有没有 往上移动之后的话呢 这个地方 就会出现 对 对 词